收到颱风上午出路之后 现在已经逐渐远洋 不过台湾的路上颱风警报 什么时候会解除呢 请教七项老大吴德荣 老大请说 好的 那我们从这个最新的这个警报单 可以看出来 目前这个颱风 它是已经发展到最强了 因为它是达到每秒53公尺 那颱风半径也有200公里 目前它的颱风圈 还在影响台湾的南端 所以现在就是屏东跟恒春半岛 是路上颈报的警戒区 什么时候会解除呢 只要这个暴风圈脱离 这一个台湾的南端 就是解除的时机 明天它的位置 就会走到这一个台湾海峡 因此目前就是在 目前的海上颈报的这个警戒区 就包括东南部的海面 巴涩海峡 以及台湾海峡 另外就是东沙岛 请航行作业船只 还是要严加的戒备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台风的结构 气象局把它升格到最强的 这个阶段 是有所本的 我们从这个卫星运图 就可以看出来 台风也非常的清晰 再加上这个云顶的 这一个温度 也是在目前 它是达到最冷的状态 也就是它发展的最高 这个都是台风强度的一个代表 另外我们从雷达回波 也可以看出来 它现在位置 也是在台湾的南端外海 大概强近180公里的地方 也可以看到它有双眼强的结构 这是一个很强的台风 才会有的一个现象 而且会使得它的减弱的速度 比较慢 那再加上它因为环流 受到陆地的破坏很小 所以未来进到台湾海峡 这个强度还是会很强的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外围的雨带 就是一波一波的 就是影响东半部的 这一个降雨的状态 所以最今到目前为止 影响最大的这个降雨 就在东半部 尤其是在台东花莲这一带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目前为止 这个降雨就可以看到 就是东半部淫崩面的雨比较多 这个是从昨天到今天的累积雨量 那在屏东的太武 也就是西大武山 就超过200毫米 原来气象局预估 这个台东的山区 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现在修正成500毫米 那看来也并不是说达不到的 因为目前已经有200了 还有明天一整天的 这个下雨的状态 那气温今天比较特殊的 就是迎风面下雨 所以气温比较低 但是背风面 因为有这个过山沉降 就是台风的这个环流 所造成的这一个焚风现象 在苗栗就头粪这个地方 就出现了40.5度的 这样子的一个高温 那未来的这个天气 从气象局的定量降雨预报 就可以看出来 今天主要的雨在东半部 尤其在台东这里的雨最大 明天就可以看到这个雨 在一个台东的雨 会比今天稍微小一点 但是其他地方的下雨的 这个范围就变大了 也就是说明天其实受影响的区域 降雨影响的区域 会比今天还要大 那后天以后呢 这个水气很多 还是不太稳定 可以看到降雨的范围 都蛮大的 那里面呢 还是要注意有一些 比较小范围 比较强的这个降雨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风的情形 目前这一个警报的警戒区 就是在南端这里 这里也就是可以达到 这个9到10级强阵风的位置 其他呢 这个风力呢 大概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可能还有7到8级 或者8到9级的这一种强风 不过明天这个风力呢 就会逐渐的减弱 那这一个至于大潮方面呢 可能会持续比较久一点 因为今天刚好是这一个15 所以这一个大潮呢 这个影响还是很剧烈 所以在整个西半部 甚至于这一个东半部的 有一些地方 还是有这种大潮的现象 所以要沿海地区就要注意 这种淹水的这个状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呢 这一个台风呢 就是主要的这个天气影响呢 就是在很可能在清晨解除路景 那在后天的清晨解除海景 那当然这还是要看台风 移动的速度了 那周六之后呢 台湾地区的天气呢 一直还不会稳定下来 因为水汽很多 可能还是会 常常会有这个大雷雨 或者这种剧烈天气发生 所以未来这一段时间 是不稳定的 以上是最新的资讯